法造大师 乃至见到五台山这个金刚波罗士 文殊菩萨教他 要好好念佛 是修行法门 那这个 末法众生要好好念佛 这个法造大师 回来他倡导舞会念佛 可是这件事情他都没有讲 后来 有高僧在梦中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 你去见到文殊菩萨 到这个金刚波罗士 是五台山的事情讲出来 他后来才写出来 后来的人又到五台山 找到那个碑 立了那个碑 见了这个现在的竹林寺 五台山竹林寺 所以 他不特别赞叹自己 我得到什么样感应 我这个法门多高 我就是这样随眼度众 他不说 这是文殊菩萨 怎么样教我的 刚开始都不说的 所以我们呢 在这个修法的时候 你像阴光大师 人家后来就讲 你是大师之菩萨 他就喝自他 我们 纵然有 有所成就 有所感应 或是得到利益了 这些高僧大德啊 他们都不会 宣扬自己的功德 或是呢 用这些神通感应啊 或是特意的一些事迹啊 来彰显自己的 这轰功违位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